第107章 太妃见了我 肯定不会像见了女儿的 怎么会呢 我看太子妃 对世子夫人可不一般呢 那是把我当孙女吧 真妙不软不硬地 顶了太子妃一下 吴贵妃看向真妙的眼神 又多了几分深意 宫里那位太妃 她是见过的 可真是神仙妃子般的人物 这也是那日 听闻那臭豆腐 是郑国公世子夫人做的 起了兴致长长的原因 今日得了机会交谈 果然传言不假 这位世子夫人 和真太妃是极像的 原来真太妃 把那些养颜方子 传给真氏了吗 吴贵妃是平民女子 能有今日的风光 太知道 一个女人的颜色重要了 太妃是长辈 又和太后交好 求方子无门 真是这里总好下手吧 世子夫人这肌肤 是用了太妃的方子 养成的吧 记得那次在宫里见你 似乎还没有这么好呢 太子妃终于忍不住 点了出来 那时候真是肌肤 还和寻常的小娘子 没两样 自己问了方子的事 她死活不承认 再看今日的肌肤 盛血的模样 完全是骗鬼呢 太子妃心里暗恼 只觉真妙 没有把她看在眼里 真是个眼皮子浅的 以后她可是皇后 有她上赶着 进献方子的时候 不过 这个不懂什么规矩的 吴贵妃 要是现在出手 那就再好不过了 这庙真的有一些 不耐烦了 面上却还是笑隐隐的道 不是 这是我 天生丽质 她不是卖身的丫头 也不是姻缘还被长辈们 掌控的小娘子 打死不承认 谁又能把她怎么样 要是论武力职 别开玩笑了 打残他们这样的 分分钟的事 当然 这个只能是想想罢了 真妙遗憾的 叹了一口气 随着围场深入 草木渐深 走兽多了起来 许多儿郎有了收获 罗天成有意无意地走在 招风帝周围 快看 青湖 有人尖叫了起来 草间上一只青湖在飞奔 青湖出现是急哨 众人不由地看招风帝 招风帝大笑 取了弓箭 哈哈哈哈 震来 众人策马飞奔 从四周包围青湖 堵住他的去路 招风帝弯弓拉箭 一只羽箭飞了出去 只可惜青湖灵活 羽箭擦着他飞过 太子一箭封住青湖去路 把他往朝分地的方向赶 这时 一从腾罗后 猛然串出一只庞然大雾 太子定睛一看 昏飞魄散 竟是一只赤金白毛大虫 那一刻再顾不得起他 要转马头就跑 罗天成眼睛微眯 果然还是和前世一样 太子慌不择路 直接把猛虎引向了皇上 这番变故太过突然 等众人反应过来时 猛虎已经奔着 招风帝去了 为了让招风帝 猎到青湖 众人早已分散去驱赶 受在他身边的 只有寥寥两个侍卫而已 招风帝还算是 惊得住风浪的 眼看一只大虫冲来 拽着缰绳就要逃命 奈何坐下宝马 被百兽之王的威压震慑 竟是腿软的 不能动了 那一刻 招风帝亥然欲绝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深蓝色的身影 从马背上一跃而下 赤金白毛大虫 硬生生地停在了 距离招风帝 不足一丈的地方 众人都懵了 罗天成大喝一声 还不坑护驾 跟在招风帝身旁的 两个侍卫 这才反应过来 护着招风帝往后推 罗天成微微松了一口气 圣仪式这大虫 可是都扑到皇上身上了 才被两个侍卫 拼死救下 两个侍卫 一死一重伤 重伤的那一个 自此平步轻云 不过招风帝 经此一向 身体是每况愈下了 如今 大虫只在一丈之外 招风帝 虽是受了惊 想必不会那么严重 罗世子 大虫尾巴摸不得 肖世子大声提醒道 老虎尾巴那可是一大凶器 抽到人身上 那是要打掉半条命的 果然那条大虫 发掘尾巴被拽住 大怒之下 使出全身力气猛的一甩 骑马而来的出霞郡主 看到这情景 吓了一跳 掉转马头 就飞奔而去 跟在一旁的僵士 则吓得一动不敢动 直愣愣地盯着场中 真妙这边 强忍着不耐应付着 吴贵妃和太子妃 就见初霞郡主 飞奔而来 真死 快跟我走 人还未知 初霞郡主就大声喊道 真妙乐得脱身 赶紧迎了上去 公主怎么了 话还未落 人就被初霞郡主 拉到了马上去 初霞郡主 狠狠一甩马鞭 带着真妙飞奔而去 留下吴贵妃 和太子妃面面相去 太子妃心思细腻 看着初霞郡主 消失的方向 变色微变 难道 出了什么事了 吴贵妃心里 突突直跳 她的富贵荣华 全部依托在皇上身上 皇上要是出什么事 吴贵妃 坐马追去 太子妃愣了愣 也策马跟上 那些悠闲溜达的女眷们 意识到不对劲 靠拢在一起 跟了上去 看着搏斗在一起的 一人一虎 惊叹声 此起彼伏 不少人手持弓箭 对准场中 奈何罗天成 和门虎缠斗的 太厉害 人们手中的箭 迟迟不敢放出去 生怕误伤了人 招风帝盯着场中 神情莫测 太子脸色惨白的 立在一旁 招风帝 自始至终 都没有看上一眼 场中情景 陡然生片 门虎长笑一声 尾巴奔直的 狠狠一甩 扫起一片阳尘 罗天成避开 忽畏带起的 静风如刀 搁得他脚踝生疼 隐隐有些 站不稳了 就是这么眨眼的功夫 门虎一跃而起 把罗天成扑倒了 不少人 惊叫了起来 初霞郡主 和真庙 共臣一记奔来 见了这情景 真庙 惊叫出声 然后摸了摸 从怀里 摸出一把菜刀来 当初罗天成 一共送了一套 共三把的菜刀 这一把 最薄最小巧的 倒是可以当个 大号匕首用 真妙出来打猎 鬼使神差的 就揣在了怀里 用来防身 听到熟悉的声音 罗天成抽空看来 就看到 那抹再熟悉不过的人 沉着冷静地 摸出了一把菜刀 笔画着 打算甩了过来 罗天成脸色 断身扭曲了一下 别没有葬身 在老虎口下 反倒是葬送在 自己媳妇的菜刀之下 且那菜刀 还是自己送的 当下再顾不得藏着 双脚勾住一条胡腿 然后疼狠一扭 就听咔嚓一声 老虎骨折了 蒙虎倒地痛苦地挣扎 罗天成站起来 从容地拍拍 身上尘土 然后脸色顿时僵住 一只不知 从何处飞来的冷剑 直奔真妙 和初霞郡主二人而去 剑四 小心 罗天成脑海放空 八腿狂奔 真妙和初霞郡主 共臣一进 初霞郡主在前 真妙在后 那冷剑破空而来 速度极快 带着尖锐的呼啸声 真妙日日坚持断练 身体反应 还是比常人快一些 利剑已经近在眼前 初霞郡主彻底愣住了 真妙一把把她推开 本就处在呆滞状态的 初霞郡主从马上栽了下去 好在草地柔软 人并不会受太重的伤 真妙却已经来不及躲避 眼见利剑已经到了跟前 那一瞬间 甚至感受到了彻骨的冷液 那一种冷 不是寒天雪地之冷 而是无情收割生命的寒气 令人瞬间毛骨悚然 也让人身体陷于头脑 做出下意识的反应 那把鸣晃晃的踩刀 往身前一挡 就听到丁的一声清脆响声 冷剑跌落下去 然后刺到马背上 初霞郡主骑数颇佳 骑的是一匹猎马 也许是主人莫名摔到了地上 不愿驮着一个陌生人 也或者是那冷剑太锋利 猎马猛地长嘶一声 向着一个方向就狂奔而去 之前门虎差一点伤了招风帝 和罗天成缠斗在一起 那些王公大臣 早就团团地把招风帝围起来护驾 偏偏初霞郡主带着真妙赶来 离人群有一段距离 这一番变故 只有对真妙声音最敏感的罗天成 同一个发现了 再到后来初霞郡主落马 真妙拿菜刀挡住了冷剑 冷剑扎到了马背 刺激猎马狂奔 这一切都发生在火光电石之间 其他人想要救援 也是鞭长莫及 等众人向那里奔去时 就见一道深蓝色的身体 腾空而起 跃到马背上 山后猎马在这二人 消失在众人视线里 哎哟 我的初霞 永文慌慌张张下马 向初霞郡主跑去 招风帝稳住心神 吩咐道 快来人救治初霞公主 龙虎卫各显一对 去寻郡国公世子夫妇 说到这一顿 面色冷凝 务必把人找到 然后瞥了一眼 那弹落到地上的冷剑 声音变得寒冷 胡明 这冷剑一事 就交给你彻场 是 一个阴挺的男子 抱拳道 心中却有一些叫苦 他和罗天成 同为指挥迁事 是这一次随行的 锦灵位最高长官 这么混乱的场合 想查冷剑 是出自何人之手 谈何容易 要是查不清楚 不但在皇上面前 落个半事不利的印象 恐怕旁人还要猜测 是不是二人 素质多有竞争 他没有尽心 正心中百般不愿 还是上前 去把静静落在草丛中的 羽件捡了起来 宝贝闺女 你没事吧 勇王把初霞郡主扶起来 眼色焦急 都说让你在家里好好待着 你这丫头总是不贴 这下好了 差点连命都没了 勇王念叨着 越想越后怕 他可真不甘一时心软 想着女儿要远嫁蛮夷 就带她来手练 没看那么多女眷 都是王公大臣的妻妾 哪有一个未出阁的小娘子 勇王上看下看 没有发现伤处 才稍稍放了心 初霞呀 以后可不能任性了 父王 初霞郡主自跌下马 一直处于呆滞中 猛然一回神 抓住了勇王的衣袖 真似呢 真似 勇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初霞郡主 却如梦初醒般 不好 我要去救她 猛然左右四股 想要翻身上马 却发现 没有爱马的踪迹 这才反应过来 就是她那匹马 带着真庙跑的 初霞郡主 顿时急了 她是猎血的主人 没有谁比她 更了解猎血的脾气 那些赶来相救的人 都已经停下来 初霞郡主 批手夺过 离自己最近一人的缰绳 把那人拉了下来 把马借我一用 快拦住公主 昭峰帝和勇王 同时大声喝倒 不用他们说 那些人早已经动作了 这一连串的事情 眼睁睁发生 救护不及 还能说是事发突然 这么多人在一旁 要是还让初霞郡主跑了 那就是白死莫熟了 初霞郡主被拦下 顿时急了 反手就打了 拉住她手腕的人 一个耳光 初霞 不得胡闹 昭峰帝摆着脸走过来 初霞郡主气势软了下来 黄伯父 儿臣得去救朕寺 这个侄女也是从小看着长大的 昭峰帝颇为疼爱 又要和亲满影 这疼爱中就多了几分怜惜 与其自然就没有那么冷硬了 朕已派两对龙虎尾去追了 可是猎血跑得很快 罗世子追上去了 有她在 不会有事的 初霞郡主那时从马背上跌下来 瞒了一会儿 没有看到后来的情景 眼中满着担忧 黄伯父 那冷戒是冲着儿臣来的 是真似替儿臣挡了剑 她 她 说到这里终于说不下去了 魔中泪光隐现 偏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不愿意露出软弱的一面 咬了唇死死审着 招风帝当时离得远 又被人团团围着 并没有看清 听初霞郡主这么一说 只得安慰到 真似是个有福气的 不惑有事的 这时一个声音响起 皇上 公主 郑国公世子夫妇 当时并没有受伤 招风帝 看了取了冷戒 回来的古明一眼 古明忙解释道 当时臣看得清楚 那冷戒 撞到了郑国公世子夫人 手中的匕首上 说到这里 心里有一些打鼓了 那玩意儿是匕首吧 可是又不像 似乎是比匕首要宽许多 古明这里纠结着 偏偏还有个多嘴的人 古大人看错了 谁这么拆台啊 古明豁然抬头看去 一看是六皇子 顿时老实了 初霞郡主白了脸 看错了 六皇兄 这么说 真似他是受伤了 六皇子嘴角翘了起来 没受伤 初霞郡主柳眉倒数 那你还说古大人看错了 六皇兄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胡说 是看错了 真似拿着的哪是匕首 分明是一把菜刀 一把菜刀 众人一脸被雷劈了的表情 一时间全场寂静 只听到鸟鸣宠女声 心中同时生起一个念头 郑国公世子夫人 到底是哪路神仙 怀里居然揣着一把菜刀 不对 要真是一把匕首 匕首那么细窄 说不定根本挡不住那只冷剑 那剑就要射到他身上去了 想到这儿 所有人都心中一冷 然后骇然 郑国公世子夫人 那时有多好的运气啊 皇上都说了 郑国公世子夫人 是有福之人 众人齐刷刷地 看向昭丰帝 前神里满是崇拜 昭丰帝诡异地 看懂了臣子们的眼神 瞬间有一些微微得意 轻咳了一声道 初侠 你都听到了 真似没有受伤 又有罗世子跟着 以罗世子的本事 定会护他周全的 初侠郡主听了 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昭丰帝转来身 好了 随朕回宫等消息吧 众人簇拥着昭丰帝 上马离去 自食之中 昭丰帝都没有再看 失魂落魄的太子一眼 那些女眷们都已经赶来 太子妃不知之前的事 见太子神色不对 以为是被吓着了 凑过去道 太子 推行宫吧 臣妾给您煮安神汤 后面的话 被太子冰冷绝望的目光 动得没有说出来 太子妃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太子一把推开太子妃 亮呛地翻身上马 太子妃看了看 来到姜氏面前 姜氏 你和公主先来这里 可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姜氏浑身一颤 眼色极为难看 闷然摇头道 我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也顾不得礼仪 抓紧姜绳 就奔到了欧阳泽那里 太子妃见此 不好多问 赶忙去追太子去了 为了行宫偏远 姜氏才觉得手脚发软 抓着欧阳泽的胳膊道 夫君 我 我失礼了 太子妃不会怪罪我吧 欧阳泽目光灰暗不明 缓缓道 恐怕 太子妃以后顾不得了 这天可能要乱了 那这妹妹她们不会有事吧 不会 罗世子武艺高强 能保护好世子夫人的 说不定她们回来 还能赶上中午饭呢 可惜所有人都估计乐观了 直到天黑下来 新人的队伍归来 才得到一无所获的消息 怎么会寻不到人 赵方帝一拍桌案 龙威尽险 领头的人 单膝跪地请罪 陈吾能 顺着那方向找遍了 也没找到罗世子 北河围场极大 天黑了 就更没法找了 那马儿是活物 难道不会改变方向吗 北镇搜第三尺 无论如何要把人找到 证明 罗天成和真妙两个大活人 为何会 变寻不到 要从烈雪栽着二人 狂奔而去说起 北河围场 并不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还有沉片的森林 地势高低起伏 眼看烈雪要冲进密林 那参天的古树要是撞上了 这样的速度 必然是马会神王的下场 罗天成坐在真妙后面 紧紧把他搂在怀里 凑在耳边道 剑四 你闭上眼睛 闭上了 真妙听话地把眼睛闭上 马跑得那么快 快得令人心惊胆战 可因为身后多了一个人 竟莫名地安了一些 扔了菜刀 因为紧张忘了收起来的菜刀 立刻被扔了出去 不要怕 没事的 罗天成在真妙耳边低难着 抱着他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也许是乌落偏分连夜雨 二人滚落之处偏巧是一块松土 承受了二人重粮 一下子就陷了下去 罗天成往旁边翻滚 竟是一个斗波 二人直接就咕噜了下去 真妙意识模糊地觉得 滚了简直有一辈子那么长 像是没有尽头死的 闭迷的那一刻 只想到一句话 简直是坑人啊 男人的话要是能性 母猪果然都能上树了 货图